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很多在博物馆就知道说 这个西方的博物学家 很多台湾的动物是Swinghole命名的 吕士潘希我还不是很懂 我今天要听他讲 他知道什么是吕士潘希 他来跟我们讲 两栖爬虫类的动物研究室 杜老师他专长就是研究 脊椎动物学 我因为上网查了一下 看到杜老师在台湾的TED 有讲一场演讲 就教大家如何不怕蛇之类的 蛮有趣的 大家也许有机会上网查一下 你怕蛇吗 可以看一下杜老师怎么讲蛇 今天大概不会讲蛇 OK 好 杜老师 谢谢高主任的介绍 然后 不过今天有一件有点沉重的事情 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台湾两栖爬虫动物的研究室 结果就在昨天呢 我们一位伙伴为了研究山椒鱼 然后在七来山那边钓到山谷下去了 今天找到遗体了 所以非常遗憾 那我很简单的默哀一下 那希望他在天上好走 谢谢 那我就开始今天的这个演讲 那我要讲这个 从斯文豪士潘西 一路到这个李氏潘西 那就像刚才高主任讲的 其实斯文豪士大家都不会陌生 那如果对于台湾的一些动物 有在看的话 大家也会发现说很多动物的前面 他名字是冠上了某些人的姓氏 那有些人呢不断的会出现 那有些人呢好像少一点 像斯文豪士就会不断的出现 他不只是出现在潘西 在青蛙 在其他的动物身上 蛇身上呢 也都有他的这个姓氏出现 那有的人真的是很多 会经常的出现 那有的人就很少 像李氏就只出现过一次 那所以这些什么样的人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可能在这边全部介绍所有的人 那我会比较摘要式的把这些人做介绍 那很凑巧的 我跟那个陈博士没有事先套好 可是他介绍刚好我也会介绍到一些 所以这些人不断的会被强化 会强化你的印象 那基本上我们在谈历史 大概就是知道他的一个脉络 然后另外呢就是知道他的一些故事 那当然比较不 比较不那么正经一点 就是知道一些八卦 所以刚才 前面也讲了一些八卦 那我这边会有一点点 那基本上 我们这整个的两栖爬蟲动物研究室 它的脉络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历史是一模一样的 就从中国的鸦片战争 整个门户被打开以后 然后台湾被占领 然后最后光复 大致上就是循着这样的一个脉络在走 所以两栖爬蟲动物研究室 也是这个样子 那斯文豪氏呢 他最早是1856年 到那个新竹的香山 那后来呢他被任命为 这个驻台的副领事 然后1864年呢 就升为这个驻台的这个领事 不过他到1866年就离开了 那不过他在这些年间 在台湾采集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标本 然后都寄到大英博物馆 那后来大部分是一些协者帮他命名 可是后来有一些他也开始自己命名 所以呢他被 曾经被称赞为是台湾早期 最伟大的博物协家 也确实 因为他发现的种类非常多 记录的种类像这个贝类就有200种以上 所以两生爬虫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所以这本书吴永华先生写的呢 他就把它以为是台湾早期最伟大的这个博物协家 那这就是斯文豪 他本人的样子 那所以像这个斯文豪氏赤蛙也是为了纪念他 所以你看他的名字 Rena Sinhona 这就是斯文豪 那这是包氏命名的 在1903年 那斯文豪氏赤蛙如果对278种有点认识人 大概就会知道他的叫声还蛮特别的 就你到乡间去走的时候 如果有那些小溪舰的话 你就会听到像鸟的叫声 实际上那不是鸟 那就是斯文豪氏赤蛙在叫 我可以放给大家听一下 就像这样子 啾 你刚开始以为那是鸟 其实不是 那是青蛙在叫 所以以后你到溪舰去走 你听到这个声音你就知道 那是斯文豪氏在叫 不是鸟在叫 所以他的叫声算是有点特别 那另外呢 斯文豪氏潘西 这就是斯文豪氏 虽然是台湾很常见的潘木西 所以Jabalula Sinhonis 刚好命名的人就是刚才讲的 这个共德士 那是1864年 那斯文豪氏潘西呢 他让我体会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传说 有些动物咬到也会等到打雷才会放 对不对 那最有名的就是憋 对不对 那个鳖咬到他不会放手 他一定要等到打雷才会放 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那我做过一个小的实验 其实是两个 结果这个后来呢 我把斯文豪氏潘西 这是我的学生 他抓到以后 他暂时没地方放 他就挂在耳朵 那这潘木西就一直 一直咬着耳朵不放 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 没有打雷他也不放 那这是我的儿子 让他再咬一次 结果他也是不放 他就是挂在空中不放 所以这个让我突然想到 为什么很多动物咬到也要等到打雷才放 因为通常你被他咬到以后 你会很痛 你手会挤很高 他绝对不敢放 因为他放他会摔得很痛 所以以后你被动物咬到 你千万不要说 好痛你手挤很高 你好痛你赶快把手放到地上去 他一旦四肢着地 他有机会逃走 他很快就会跑掉 因为对我们这些小动物 看我们就好像看一只大恐龙一样 他紧张得要死 他有机会逃他绝对会逃 他绝对不会等到打雷 所以刚才那个背 背那个事情 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实验 就是你让他咬看看 那这个是假的手 我没那么笨 针子咬住了 那你拉还真的拉不开 但是你赶快把它放到地上 你看看 看他会不会等到打雷 不会 很快 有机会走 他就赶快放走了 所以他绝对不会等到打雷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要领 所以以后被动物咬到 千万不要说好痛 挤在空中 他绝对不会放 他就被雷吓到了以后 他才放 那当然就很久以后 所以赶快放地上 他就会放了 好 那刚才那个 命名的就是这个贡德士 那贡德士刚才那个 这个 前面已经有大概介绍过了 所以他其实原来是一个 一类学者 但就像他讲的 他除了一类以外 他两栖爬虫 他也帮忙做很多的鉴定 所以这个就是贡德士先生 那所以我们的一些物种里面 也有他的名字 像这个贡德士赤蛙 Gonseri有没有 所以这也是一样 包式帮他命名 但是为了纪念 贡德士这个人 那贡德士赤蛙 他很特别 他就是必须要在一个 比较大的水域 所以青蛙 像我们以前常爬山的人 有时候为了要找水 找水你就不知道 到哪边去找水 其实他们的叫声 就是很好的一个指标 他在叫就代表 那个地方一定会有水 因为这种青蛙只会在很大的水池 或者比较大的水域 它只会在里面 所以让你听一下 以后你如果在山上切水的时候 这样的叫声 有点像狗一样 有点像狗一样在叫 所以你如果听到叫声 就代表你有救了 这附近一定会有水 你赶快行着他的声音去 一定会找到一个水池 在这种环境里面生活 但是不是所有的青蛙叫声 都会有水 所以你不要被骗了 因为像这种面天树蛙 它就是不需要 不需要在一个很大的水里 它躲在一个小的竹子里面 或者一些东西 它就可以了 所以这种青蛙 你就不要被骗了 如果你听到这种叫声 不见得代表你会找得到水 场场附近是根本不会有水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面天树蛙 那青蛙沼水 其实青蛙沼水是很厉害的 那我有一次我们到澳洲去 那澳洲中间不是有一个 全世界最大的石头吗 叫乌鲁路 那到那个石头之前呢 其实经过很长的 一片的沙漠的地方 都是没有水的 那我那一次就 我们家人就去 当然中间就停下来上厕所 结果上到一半了 我就听到我太太在隔壁大叫 我在那边尖叫 我说你干嘛 他说那马桶里面有东西 那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只澳洲的绿树蛙 所以他 那时候这绿树蛙就出现了 然后他一冲呢 就把绿树蛙冲下去 冲下去以后他又慢慢爬 爬到哪里呢 爬到这个边缘里面去躲起来 所以你看那个荒原白里里面 就是这么干旱的地方 就只有这里会有水 他就知道躲到那个里面去 所以不小心就被他冲下去 那后来我美国的一个老师 他也到那边去旅行 他就照一张相片给我看 他说那个马桶的下面 有一只青蛙躲在下面 我说我照得比你还好看 我早就见过了 所以有些青蛙是很厉害的 他在找水这件事情 他是蛮厉害的 那当然后来这个西方城之后 就是假如战争失败 就到了这个日本殖民 就是1894年 那台湾割让给日本 所以当然这时候的研究 就是日本人在做 那这里面的写者 或者是这个重要的人物也很多 不过我没办法全部介绍 所以我只挤了三个人 一个是菊池米太郎 一个是大陶正满 刚好那个陈老师又介绍过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杜聪明先生 那菊池米太郎 他其实他不是一个学者 他是一个采集者 但是他很会抓动物 所以他1906年到台湾来的时候 他那一年抓了20只的帝智 偏偏那个帝智也在那一年被命名 蚁毛 两根蚁毛就命名 这个是违反一般命名的常规 一般要看到那个标本 可是因为这个命名的人太厉害 他对鸟类太熟了 所以他光看到那帝智的两根蚁毛 他就知道这绝对是新种 他就已经命名 所以他只用两根蚁毛就命名 同一年他晚了一步 他抓了20只没有用 他已经被命名掉了 所以这个是 那菊池寺他除了这些以外 他抓了很多这些东西 所以后来有些写者 就是用他的名字来纪念他 所以你会看到像刚才也介绍了 菊池寺细记 对不对 菊池寺田鼠 那在我们两旁里面呢 有菊池寺手工 菊池寺桂柯花 这些都是为了纪念他 所以就是菊池寺这个人物 那像菊池寺手工 其实就是蓝蚁手工 就是只有在蓝蚁这边有 那我们台湾有很多的手工 那这些都是所谓的 壁蚁这一类 那这一类呢 他们不管是哪一类 他的这个脚下 都有这个不同形式的 这个皮板 像这个就是手工的 它就是只有一类 那这是 蝎蚁大概就是两类 在台湾的话 可以用这样分辨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 这些大概都有一些粘性 对不对 所以壁蚁都可以攀在这个墙上 那以前都搞不清楚 这个壁蚁到底用什么原理 攀在这个墙上的 虽然你又放大进去看 把它放到很大 这个放到很大 这是一列一列 然后这一列就放大以后 就开始看到有钢毛正类 然后你把钢毛正类再放大 这钢毛原来是长成像这个样子 然后把这个再放到最大 前面都有一个像 像尺兔一样的这个凸起在那边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构造 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 想到那个冲马桶 那个压的那个东西 对不对 很像每一个小小的压的东西 所以很容易你就会联想到 它会不会利用像那个真空的原理 就是把里面的空气压掉 所以它就会被吸住了 对不对 这样的实验其实很容易做 你就在一个几乎真空的一个容器里面 看它还吸得住 吸不住 对不对 那有人说 它在里面不是会死掉吗 但是在那个死掉之前 它会吸住 所以这个实验一做就做出来 结果你在真空的环境 它还是照常吸住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用马桶那种方式 因为外面已经真空了 它就没有外面那个压力 对不对 那不是的话 另外有人说 搞不好它是用什么 这个就有点像突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们那个面虽然看起来平 可是放大也有可能不平 所以它也许用物理式的勾爪去勾住了 对不对 那勾住的话 这个也很容易做 你只要把提供一个非常平的东西 让它是勾不住 对不对 像一般的玻璃 甚至更平的像这个晶片 它还是照常吸住 所以它也不是用这个物理性的这个勾爪去勾住 那另外到底是什么呢 后来有人又想了半天 会不会像我们小时候玩电板的游戏 不是某某某半分率以后 它会有一个吸附的静电的吸附的能力吗 对不对 可是你好像从来没看过壁虎 没事在那边一直戳戳戳 对不对 可是也许它戳得很小力 你没看到对不对 所以这怎么去验证呢 我后来问了一个我物理系的朋友 他说这个很简单 你看它有没有办法吸附在金属的表面就可以了 因为那个戳了会产生静电一定非金属 它那个电子才能够集中在特定的小的范围 如果是金属它一定会散开 那它就没办法产生这种静电 那这个也很快就看到了 那金属它照常吸上去 所以它也不是用静电的方式去吸附在上面 那最近这个谜底终于被解开了 其实现在已经知道了 就是说两个物体在两厘米之内 它会产生凡德瓦力 所以当它这个钢毛很细小的时候 它跟物体的接触的这个距离就会变得很小 然后你再去估算它的钢毛数量的话 你可以算得出来 它一只壁斧可以撑住 如果每一根都粘住的话 它可以其实撑到120公斤 哇那很重 那远比壁斧的重量要重得多 所以也有提到说 携蜘蛛人爬爬罩 但是其实它讲的蜘蛛人 是在讲壁斧 就是在2007年 这个意大利的科学家 它就已经宣布了 十年以后人人都可以当蜘蛛人 可是这里的蜘蛛人其实是指壁斧 因为他们发现了壁斧 粘在上面的这个秘密 就是要这些很细的钢毛 所以他们已经做出这样的手套跟脚套 所以你只要戴上手套 你就可以开始爬墙 这样一路就爬上去了 所以就为了非常方便 不过很可惜 现在我们人的技术 还没有好到像壁斧这样 它做出来的钢毛的这个程度 细致的程度 还有硬度都还不到 所以这个手套只能用大概一两次就完了 所以很花钱 那以后要做到像壁斧这样 它还会自己 自己清掉那个脏东西 那才有办法 而且那个硬度各方面要达到像这样才有 那现在就是 但是至少这个已经可以看到 未来这个机会可能的事情 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局质式规格花了 那这个就是局质式规格花 这是我们台湾特有种的规格花 全世界只有在台湾的高山上才有 不过你看它的这个种名里面 没有局质式这个字眼 它是Gracilis 就是细小的意思 但是我们中文还是叫局质式 因为最早就是局质米太郎发现的 所以我们中文的名字 还维持着用局质式 那你看这个命名的也是Oshima 就是大岛正满 就刚才提了这个大岛正满 所以那这种规格花 全世界在我们台湾的高山 大概2000公尺以上的地方才有 所以它其实数量非常少 我们以前在塔塔加那附近 在做这些蛇的调查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到处去翻那个大的石头 或者大的木头 它有时候会躲在下面 那我们就用计数器去计数 就是说我们大概平均这样翻 大概翻多少个石头可以翻到一只 那这样做一整年平均下来 大概是5000分之一 所以我们大概平常要翻5000个石头 你才能找到一只 所以其实很少见 我也曾经到南湖大山去走了 大概快一个礼拜 然后沿路这样翻 翻上去翻下来 一直都没有看到 结果要下来之前在阿里山附近 就看到那个游客就在那边一直看 我说你们在看什么 有一条蛇 我说啊 居尺式规格花 所以他们不找蛇的就一下就找到了 我们专门要找蛇的常常就找不到 找了半天就找不到 那这就是台湾特有种的规格花 那这就是大佬正满 那大佬正满 刚才这个陈教授已经介绍了 他其实很大的贡献就是这个硬化郭文贵 可是他其实早期的专长是白蚁 那后来呢曾经涉足鸟类 还有台湾蛇类的研究 只是最后他用鱼类做博士论文 所以其实在蛇类上面 你看大佬正满也写过很多 像这个台湾蛇类解收 台湾蛇类目录 台湾产海蛇途收 所以他在两身爬行上面的贡献 也是很显著的 所以这就是大佬正满先生 那另外在台湾这个接近光复的时候呢 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出现 那如果大家有看联系记 美丽人生这部联系记就会知道 这就是在演什么呢 就在演杜聪明先生的一个事情 那杜聪明先生呢 他是台湾第一位的这个医学博士 那他的一些研究呢非常有名 他的实验室那时候就是两个重要的研究 一个是鸦片间断 对不对 那一个就是台湾的这个蛇毒 蛇毒的这个毒理作用 到底是怎么样把人致死的 那鸦片这件事情 到现在全世界在用的 验尿的这个方法 就是杜聪明研究出来的 那蛇毒方面呢 杜聪明他自己的 做的其实不多 但是后来他的地址 就跟着开始一直做 做了非常多蛇毒相关的研究 这就是杜聪明先生 那他后面的这个地址呢 很有名就是李正言验室 那当然已经过世了 那除了李验室以外 李验室的学生像张传永验室 欧阳造和验室呢 这些都是后来在研究蛇毒上面 得到很卓越的这个成就 那我这边也让你 就是之后就进入本地人了 就是1945年嘛 那就是台湾光复 光复以后呢 杜聪明非常的忙 所以他就不太在做研究了 大部分的事情就交给他 这些地址在做 那光复以后呢 其实台湾的很多 这跟经济有关的呢 就都做得还不错 除了蛇毒以外 像虫跟植物病虫害 你随便一找就找出一堆人 然后遗类分类的啊 生态的养殖的啊 这也是一堆人 然后呢 其他的就相对少很多了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一些断层 那这就是李验室 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帅 而且很聪明 而且呢 他有一些这个 这个也是有一些八卦 就是他 如果你看过这些书 你大概就知道 因为杜聪明非常非常喜欢李验世 所以那时候他的弟子 他就常常叫他家里来吃个饭啊 或者是呢 教他大女儿功课 所以李验世呢 很喜欢那个杜聪明的大女儿 杜聪明的大女儿 好像表现得也还不错 就彼此的互动好像还不错 可是后来他大女儿 到国外去念书以后呢 最后决定要结婚 新郎不是他呢 所以这个对李验世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上一次这个李验世的这个 纪念研讨会的时候 我有被邀请去做报告 蛇类相关的报告 在那个研讨会里面 刚好呢 这件事情又被提出来 就是当初为什么 结婚的对象 不是那个杜聪明的大女儿 而是换了别人 那他那时候就在猜说 会不会是杜聪明 嫌李验世的某一些地方 还好那一次那个杜聪明的儿子 就是杜祖 他也有在会场 他就感觉出来澄清 他说绝对没有这种事情 因为他知道他爸爸 非常欣赏这个李验世 可是那都是他姐姐的问题 因为他姐姐不喜欢 生物这些东西 他很怕血 解剖青蛙这些他都不喜欢 他姐姐很喜欢文学 后来去国外念书 当然就认识了其他做文学 人文方面的人 就是板桥林家发言的这些 最后当然就这样 不过这个感情的事情本来就很难讲 所以那杜聪明他也不会勉强 他的女儿要干嘛 所以就只好接受 所以杜聪明的心理也是很难过的 所以那个杜祖健赶快出来 澄清历史的这件事情 那我跟这个杜聪明 其实没有真正的奄言 不过也常常会被问 就是说你跟杜聪明有什么关系 因为刚好姓杜 不过很荣幸刚好姓杜 另外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后来我跟杜祖健就比较熟 因为杜祖健常常会回台湾 来办一些事情 后被... 那他回来一定会去杜聪明的坟墓 去拜一下 他也是老人家了 他杜聪明的坟墓在那个... 观音山那边的下面 他不敢自己去 所以我每次就... 不然我再去 所以我每次... 我太太都笑我说 我去杜聪明的坟墓 还比... 比起我爸爸的坟墓还多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 不过现在因为他比较少回来了 所以我就比较少再去杜聪明的坟墓那边 好 所以... 那这个李艳士呢 他当然... 后来得到这个国际读术协会的 最高荣誉的奖项 就是雷里奖 那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现在常常讲到舌读 有什么神经读啦 粗血读啦 这一类 他的读理的机制 基本上就是我们台湾人研究出来的 这是我们台湾人在舌读上 很大的一个贡献 所以舌读的研究 在我们的台湾的历史里面 是很光一页 那这个如果有经济可以再去看那些书 那些书里面会描述的更详细 那你看台湾光户是1945年 可是你看接下来 跟两栖爬虫有关的研究 其实是到1980年代才开始 所以这中间其实中断了非常长的时间 因为相关的研究人员没有跟着进到台湾里面来 那台湾这些研究两栖爬虫 其实一开始都不是研究两栖爬虫的 都是旁门走道 不要讲旁门走道 不是原来这个然后走进来的 所以这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 一个是毛寿仙老师 毛寿仙老师至少他还原来大概就是做这方面的研究 那其他像台大的林耀松老师 东海大学的林俊逸老师 还有我的老师李光渝老师 其实他们原来都不是研究两栖爬虫动物的 但是后来到了台湾 因缘际会就开始研究两栖爬虫动物 那毛寿仙老师他已经过世了 那不过我在研究所接种 我那时候在做海蛇 我就常常跑去烦他 去找他 所以他就会跟我一些互动 毛老师也出了很多的书 或者是一些乌龟 或者是蛇 海蛇这些树他都有出 那他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贡献 就是在蛇类的分类上面 因为这个是刺猬青竹师 那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 这个是公蛇 这个是母蛇 就是他们的花纹不一样 可是早期呢 在他之前呢 把这个当成是一种 这个是另外一种 所以以前呢 搞不清楚他从花纹 这个是不同种 后来马老师才把它搞清楚 原来这是同一种 只是性别不一样而已 那这也是非常少数的蛇类 里面你从颜色 就有办法分得出公的跟母的 蛇一般来讲 没有办法从颜色 你要从他的蟹子腔的长短 那些地方去 所以不太好分 那这是毛老师做出来的 那另外林耀聪老师呢 他就是非常有名的 他是算是台湾动物生态界的 算是启蒙老师 或者我们叫做大老 他说不要乱叫 不要叫成老大 老大像是黑社会的 那因为他的学生非常多 大概有50位以上的这个博士生 所以我们台湾在研究生态的 几乎大概没有人 没有跟他没有关系 那像我呢 虽然不是他直接的学生 我跟他有一些关系 因为我在那时候出国念书以前 其实我本来想要念台大的博士班 所以我先到他的实验室 去当助理 不过后来跟他闹翻了 所以我就决定出国了 不过我跟他闹翻是闹翻 那个林老师对我一直非常照顾 后来我回国以后 我的计划都是在他手上审的 他的分数都跟我打得很高 所以他在退休那一年 我有讲他的好话 我说虽然你有一些小缺点 可是他是 他不会记仇 所以如果他真的会记仇 我早就被他掐死了 那还好他是一个大人物 那这就是林老师 那其实我们从 大学时代 你看这就是李老师 这是林耀松老师 这些上面的很多人 现在都已经是所长 或者是甚至已经退休了 像这个是宜宏燦 宜宏燦是台大动物系的 那个系主任 曾经 那现在已经下来了 那这李培芬也是当过系主任 台大动物系的 那这袁琼坤现在是静怡的 所以 这些我们就是当初在 大概民国68年 那时候肯定国家公园刚要成立 所以我们就进到里面 去调查里面的动物像 那时候我还大二的学生 就是长得最帅的这个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跟着 进到里面去调查 所有的这些 两栖爬虫动物 或者其他的这些捕虎类 林老师他们大部分是做捕虎类 那我跟 就是李光雅老师实验室 就是做两栖爬虫动物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一起 在野外开始在做这些调查 那林老师 他色类的范围非常 所以他不只是两栖爬虫 他其他像捕虎类 各生态 因为他其实是教统计的 所以他的学生很多 像李玲玲老师 他们都是做捕虎类的 那就是都是林老师的这些学生 或者是那个 做海豚的 这些全部都是林老师的学生 那两栖爬虫里面呢 也有传人下来 那比较有名的传人 就是这个 这个杨毅如老师 那杨毅如老师 他现在在东华大学 他是副教授 那杨毅如最有名 就是他的青蛙网站 所以你如果上他的青蛙网站 你就会看到很完整的青蛙的图片 然后叫声 每一种青蛙的叫声都有 所以你很快就可以协会这些青蛙 但是杨毅如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推手 通常都是男人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女人的推手 他是刚好相反 是他的先生 他先生是一个医生 他先生很喜欢照相 所以这些相片几乎都是他先生帮忙照的 还有很多现在他们成立的这个青蛙 调查的这些志工团队啊 都是在调查 所以他先生都永远陪伴在旁边 好 这是杨毅如老师 那另外一个呢 在研究上面非常杰出的一个人 就是关永才老师 那关永才他是 尼耀松老师的助理 那时候是助理 然后后来他到国外去念书 他一直是做两栖爬虫动物 那你看他已经是特聘教授 能够到特聘教授 基本上在研究上 就是要有一定的程度才有可能成特聘教授 那他在两栖爬虫动物的publication 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不只是多 很多品质都非常的好 做的这个非常多 那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艾士树蛙 那艾士树蛙我们很早就知道说 他会把暖黏附在这个竹筒壁上面 然后之后呢变成蝌蚪 他就掉到这个水池里面 那么小的一点点水池 他到底要吃什么 因为这里面的食物很有限啊 对不对 那这就是关永仔他们做出来 就是发现那个母蛙会回来下蛋 生那个没有受减免下去给这些小蝌蚪吃 那这个样的行为就是跟那个贱毒蛙其实是很像的 那贱毒蛙是在美洲 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艾士树蛙 所以他们有这个行为 那另外因为这个水池很小 所以下蛋呢下太少呢 蝌蚪长很慢 下太多吃不完的话呢 很快就坏掉了 水就坏掉了 那蝌蚪可能也会长不好 对不对 所以到底要下多少呢 那关老师他们后来发现 这个母蛙他会把屁股放到水里面 那这些蝌蚪会过来咬屁股 那如果咬得很强 很饿那就多下一颗 那如果不怎么咬 不太饿那就少下一颗 所以这个是他们做出来像这种 他们后来也做了一些 譬如说有用什么化学分子 在沟通没有 所以他做了很多艾士树蛙相关的研究 光艾士树蛙他就做了好几年 就发表了非常多的paper 当然其他的一些蝌蚪 一些东西他也有做 包括像譬如说浙蛙 因为浙蛙它会耐那个很盐的盐水 所以在一些譬如说利岛 南影这些海边 海边你在一些草子 在上面一点点的那个小水蛙 你就看到泽外在那边了 那你一两个那个是 那个是咸水 可是他的学生 他们奈这个咸水的能力也还蛮强的 所以这个是关永财老师 那他在东海大协 那东海大协最有名就是林俊玉老师 林俊玉老师就是在东海大协 不过林俊玉老师呢 他的兴趣比刚才那个林耀松老师更广 他已经涉猎到政治上面去了 所以大概是协界里面 很少人设到政治里面的 所以他选过立法委员 选过这个台中市市长 虽然没有选上 那不过后来慢慢跟民进党的关系比较好 所以民进党阿扁上任的时候 他就当过这个台北市的环保局的局长 然后后来也当过这个台湾这个环保署的署长 虽然是协界里面到政界里面 很少数的人里面 那而且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生平也很特别 他是高中落榜生 然后从淡水英砖再插班到台大 而且到国外念的竟然是文学 然后最后搞到生物里面来 所以那北冠本身就是非常的广泛的一个人 现在当然林老师已经退休了 那林老师因为他的影响 所以有很多东海生物系的学生 最后也走上像两栖爬虫动物这条路 那这里面呢 他的第一个地址就是郑宣佑老师 那郑宣佑老师在1980年 在小雪山发现了这个雪山草溪 所以他们就命名 所以这个就是林俊逸 那这个就是郑宣佑 他在1981年共同发表的 那郑宣佑老师呢 跟他的老师长得还蛮像的 而且呢 他们的这个最后走的路都很像 就是开始慢慢的比较偏向于政治啦 还有社会运动 所以这个郑老师现在也常常在 像返和啦 这些事情他都会去参议 不过在两旁 他们都还是有留下一些足迹啦 像这个台湾西域制 这个就是林俊逸跟郑宣佑老师 他们出了在1990年代 那这个林老师里面呢 后面有几个学生呢 就跟研究就比较有持续在做 那有两个比较有名 一个就是像周文豪 他现在是台中科博馆的这个副馆长 那现在因为兼了副馆长 所以也开始做比较多的行政 所以研究慢慢就比较淡了 那他研究做的最多的还是青蛙啦 青蛙他是做最多的 所以蝌蚪啦 青蛙啦 很多的这个报告 都是这个周文豪做的 那里面另外 他有时候也会设例一些爬虫的一些东西 那我要讲快一点 然后这个 他里面做的跟研究最多最相关的还是黄文山 黄文山到现在还是持续在做研究 他就比较少涉猎到政治或者其他的领域 那黄文山做的很多研究也很有名 也发表在很好的期刊 他比较有名就是比如说这个赤背松柏根 蓝椅的赤背松柏根 他会去吃海龟的蛋 而且他为了抢夺海龟的蛋 他们彼此会打架 甚至把对方的尾巴咬断 然后也因为赤背松柏根 他本来就会吃爬虫类的蛋 所以他在蓝椅吃了吃海龟 他还会去吃像这个 肠尾南西的蛋 这个也造成这个肠尾南西在蓝椅 他会产生护佑的行为 他会去护蛋 但是在台湾他就不会有这样的行为 所以这个有点像被逼出来 而且在短时间内就演化出这个亲子照顾 那亲子照顾在爬虫类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就登在还不错的旗盘上面 那黄文山他当初也是为了这样的研究 结果跟我们台湾的另外一个两耙戒的一个先生 杠上了 就是陈玉镜老师 因为陈玉镜把这个海龟当成他的儿子一样在看 结果这个黄文山的死儿会去吃他的儿子 他当然很不爽 对不对 所以两个就吵起来了 所以曾经吵得非常的严重 那不过后来就算了 不过陈玉镜老师是刚才都没有介绍的 他也算是你看 他的专长是底气生态写 和口生态写 海洋生态 一点跟两气保重都没有关 在海洋大写 但是因为他后来做了海龟 然后做得还不错 然后就持续受到这个计划的 所以现在一提到海龟 大概会想到就是陈玉镜老师 两耙相关的研究人员 好 那最后就是这个李光阳老师 李光阳老师呢 他是我们师大的 那他呢就是兴趣呢 就比较不像前面那么广 所以他就比较局限在 持续做研究 尤其是两耙这方面的研究 他几乎是没有断过 虽然他也涉猎其他的动物 那因为他一直在做两耙 所以他对台湾两耙的贡献算是比较大 所以在1988年呢 日本人泰田英丽 还有他的学生陈世龙 还有向高市呢 他们就共同发表了一个新的攀木西 那因为他的贡献够大 所以后来就决定呢 把他命名为吕氏潘熙 那这是唯一 这个我们台湾人的姓氏 在这些动物的身上的 就是吕氏潘熙 其他你刚才讲的 什么包氏古氏 那个全部都是外国人 不是西方人 就是日本人 那这个是唯一的 那我是这个李老师的学生 所以我们呢就是 那另外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人 就是陈世王老师 那陈老师呢 你会看到很多的命名都是陈老师帮忙的 但是后来陈老师他的兴趣 反倒出去了 所以他后来就做很多蜘蛛相关的研究 就不太在碰两耙了 那像这个 像这个台湾挺熙 你看到这个陈跟吕 这就是陈世王老师跟李光老师命名的 就是台湾挺熙 所以很多都是那时候陈老师在帮忙命名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是赖俊祥 他现在去世了 还很年轻 那其实台湾的两种山椒鱼 还有陈户树啊 猪楼树啊 他都有协助发表 那后来其实师大在这个台湾的两耙方面呢 发现了很多 那这个是李老师带着他的鞋身做的 包括我 那我很快的 因为时间差不多要到了 那像这个毁翠树啊 如果你去看毁翠树啊 看图鉴 你会发现有时候鞋名不一样 如果是李老师他自己出了图鉴 他会用这个鞋名 如果不是他出了图鉴 会用这个鞋名 那其实这个也是曾经有过一个恩宴情仇 那这个鞋名其实是无效的鞋名 因为1984 这个1983嘛 所以国际命名法 这个才是有效的鞋名 但是李老师他就是为了 为了这个 吞不下那一口气 所以他自己的图鉴 他就会用这个无效的鞋名 所以有时候你要搞清楚 这个其实是无效的鞋名 这个才是有效的鞋名 那这个其实当初 我也有参与在内 因为这个毁翠树啊 其实就是 那是我那时候 还是大士的学生 然后我们跑到这个翡翠谷里面去 然后下大雨 然后因为我的同学都站在好位置 然后我没有办法站在好位置 晚上睡觉睡不着 然后外面有青蛙在叫 然后又听了 这不一样的青蛙 后来就决定去找 找到这个青蛙从来没看过 所以后来就这样找到这个青蛙 不过我的故事比较 跟我的老师并没有因为这样冲突 因为后来我们把这标本交给老师 我们就去试交 然后就去当兵 所以我们没有做任何后面的这些工作 所以后面所有的命名的工作呢 李老师就把他标本寄到法国去了 那法国一位我们台湾的留学生在那边 然后他后来就决定把他命名 命名的时候李老师 他的名字放在后面 李老师后来因言忌讳知道这个消息 他就想要赶快抢先发表 结果还不过 他发表还是比较慢 对不对 所以就这样 所以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故事 大概是这么 那因为我后来就不在涉猎 分类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很care 那另外就是说 我知道说这个东西后面 还有很大的工作要做 所以我的名字不在上面 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就花比较多时间在 蛇类相关的研究 尤其是海蛇 那海蛇我自己做到最后 我一开始的寿司论文是海蛇 最后我在退休前 我的计划结束也是海蛇 那海蛇我其实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柯文哲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叶克摩 全世界五根手指头算得到他 那我很自豪地说 海蛇的生态 全世界三根手指头算得到我 所以那去年呢 我提早退休就是 其中有一个就是为了要推 看海蛇 不过这个现在没有太多时间 如果有时间我们再聊这个东西 那这个其实是很可以做的一个生态观光 那另外这个师大呢 最近还有一些就是蛇类的发表 这个是林思敏 他也是李老师的博士班学生 那这个尤冲伟是林思敏的学生 所以现在已经好几代下来了 那发表了这个叫做泰雅盾头蛇 所以李氏潘西再讲一次 他是这个是欧打 陈世龙向高氏 他们在1998年发表了 也是唯一一个用台湾人的姓氏 挂上去的一个物种 那这是欧打先生 欧打先生是很少是台湾光复以后 直系在台湾做研究的日本人 他其实从研究生时代就常常来找李老师 他的年纪跟我一样大 他原来是摔角显手 他是很强 就是很强悍的一个人 那我跟他也很熟 我去日本做海蛇都会找他 然后他现在已经是日本非常重要的官员 就是咨询顾问 所以上次我们在小岛上的时候 北韩发射飞弹他就知道了 然后呢 连胜文被打了一枪他也知道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他已经有消息了 他们要开始做研究推演 这可能是国际事件 所以他在日本政府已经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他常常抽时间 还是去做这些研究 也常常跑来台湾 好 我想我很快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就到这边结束 那后面如果还有一点点的话 我们再讲 我先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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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